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依靠人口红利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但其实这两个论据都说不到点子上 首先越南的制造业早在2010年之后 便有了发展的苗头 当时中国制造业发展迅速 但原料 电力 人工等成本也随即上升 加上国内厂家开始内卷 许多企业的生存都出现问题 当时东南亚的制造业还处于起步阶段 廉价的劳动力让中国的企业家看到了商机 就这样 第一批中国商人便来到了东南亚 他们的想法只有一个 就是用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更高的效益 但很快 东南亚的打工人们就给中国的老板们上了一课 一来 人家这边文化不流行内卷 哪有人跟你天天九九六 动不动就加班赶单 上班少摸点鱼就不错了 其次 论受活 东南亚打工人们也没中国的信 就以纺织业为例 弄个刺绣他们可能就给你绣歪了 而东南亚的工厂主要的订单都是来自于日本和欧美品牌 一旦达不到他们的标准 就得反工 这一来一回 虽然用人成本低了 但反工率高了 最后还得赔钱 许多第一批过去的中国企业家 以为在国内都有好几个厂房了 来东南亚开个小厂也是小菜一碟 所以缺乏充分的考察和准备 结果猛龙过疆 反倒成了韭菜出征 最后在东南亚赔了个金光 实际上 把产业链的成本计算在内 在东南亚生产一批部的成本可能比在中国还高 但当TPP出现以后 中国企业家们再一次看到了在东南亚投资